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专业投资者何启聪 Ivan和谭海运一起开市 Ivan 今早大肆有什么焦点? 今天大肆有什么焦点? 大家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反弹 昨天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听过不少朋友在最后买货 昨天晚上的夜期本身升得挺多 但最后又好像回吐了升幅 未来这么波动的市况之后 可以如何部署 Ivan一会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心得 或者有问题的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做好的 中概股又回吐 市场观望额美国今星期 稍后时间公布的CPI和PPI数据 美股星期一向下 星期二是回稳的 道指上升126点 收报42,080点 升0.3% 纳指上升1.4% 收报18,182点 标指上升0.9% 收报5,751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回吐6%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英国富士指数跌1% 主要是受到抗业和奢侈品相关股份拖累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 苹果升1% Tesla今星期即将会推出Robotax 股价先跌后升 现股方面NVIDIA再升4% 从上130美元的楼上 超微电脑跌5% 以预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卖卖的放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回升 美团和京东高港股3% 阿里巴巴高港股2% 友邦上日港股跌1% ADR比本港收市略高 拼多多跌5% 富途急跌1% 经营老虎证券向上融货跌1% 看看泰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跟随美股向上 最新升300多点 39,264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16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36点 新西兰硬10成份股指数升124点 先和Ivan谈谈美股的试方 美股上日做好 市场等待明晚公布CPI 预期整体CPI 按年升幅会进一步回落 而核心CPI的按月升幅会回落 支持美国继续减息 最新数据看到 市场主流认为 11、12月分别会减息0.25厘 NVIDIA昨晚重上130元流上 距离历史高位再近一步 纳指升穿18,000点 继续保持7月中向下下跌 Apple和Tesla月底会公布业绩 美股短期上你会怎样看? 纳指有没有机会趁业绩期再次破顶? 其实你看看资金流向 自从美国公布了非农就业数据 是比预期好 其实大家对美股的忧虑情况 反而是降温了 之前大家最担心是可以减息 但经济不好 你减息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 但其实你看看就业数据 是回稳甚至增长的分数 是比市场预期更多 就是慢慢的价值回软着陆的状况 软着陆是什么呢? 你可以继续有一个稳定的减息的步伐 当然幅度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大 但是你不会有一个高通胀的问题 还有你的GDP还可以有稳定的增长 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对FIPO500指数的股份 或者重磅股或伙计股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作用 我们看到减息预期就持续了 但看到长年期的国债 债息就上回 看到债价就回落了 比如去到十年期债券 星期一的时候 见过债息其实上到四厘 看到长年期的债价其实是向下的 反而短年期的债价 其实现在是向上的 现在美国正式启动了减息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就业数据又未反映到一个衰退的迹象 我想之前在美股有一个震荡 港股又真的未作为大反弹之前 大家的资产分布上都会放在美债相关的 比如ETF那里 比如资产组合里面的美债 其实现在是否应该放在短年期的债息相关的ETF 债价相关的ETF会比较合适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在美股年初去买债券的话 其实理论上你买长债或者短债 都享受到联储局突然公布一个减息周期 年初到现在 我想大部分债价 其实都是有高单位数字的一个升幅 但是当联储局真的正式启动减息的时候 其实债券价格已经反映了整个预期了 最终联储局也公布了类近减息的幅度 其实债券的吸引力或者再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其实已经减低了很多 刚才你提到长债和短债的问题 如果市场真的预期是经济软着陆 其实长年期的利率反而会上升 短年期因为其实联储局也告诉你 未来两年大概我就是减了这么多 其实它的动力反而未必是这么大 如果在这一刻 如果你说资产配置上 我有需要去买债 我不想全部放入股市 始终港股也好 美股也好 其实都是在试近期的高位 我也是想放回债 我都会建议投资者 可能尽量买一些短年期的债会比较好些 甚至我觉得不是透过基金的形式去买 反而我觉得是直接自己去市场上 去买某一个特定年期的美债会比较好些 原因就是如果你是持有基金的话 其实你的基金的价格 其实每天都是跟资产正值去走 如果你说美息的走势是有变的话 其实要套现你需要按市价去沽售债券 但如果你直接自己去买债券的话 只要计算好数据 你觉得我买两年或三年 我持有债券两年三年 我收四厘其实是可以的 你完全可以持有到期是没问题的 那你有没有套现吗 其实事实上很多这些债券 在很多平台都有充裕的流动市场 除了长年期和短年期的资产分布之外 Ivan也建议大家 比如说与其买相关的ETF 不如找一些途径或者找一些平台去直接买债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基金 其实他在买什么年期的债 其实是比较难搞的 他告诉你二至五年期 但其实你可能心目中是想买两年期而已 那你不如直接自己选一只两年期到期的债 就比你两年之后要套现的时候 当时如果债价在下跌的话 其实你可能收息也不够 虧得债价下跌的损失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我们先看看港股上日的走势 我们先开图给大家看一看 先开个恒指图给大家看看 指数 昨天就是国庆的长假期之后 内地第一天服侍 恒指急跌2100点 跌特上星期的升幅 成交再创历史新高 恒指昨天低开250点 跌幅就扩大 收市跌2172点 跌幅9% 收报20926点 科指跌12% 收报4695点 国企指数跌一成 收报7483点 大市成交6204亿 创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北水有20亿7千万正流入 阿里巴巴有36亿2千万的北水正入 中芯有18亿 中资证券商 中金和中信证券急跌 但有北水正入 美团和腾讯 继续有北水正流出 美团有接近33亿 港交所也有23亿的北水正流出 港股昨天经历了一个史丝式暴跌 跌了10% 跌了国庆长假期间的升幅 失手了21000点 而且成交非常大 历史新高超过6000亿 用两个原因来解释 第一是昨天在内地开市之后 9点半开市 10点发改位有记者会 原本市场有些憧憬 但出来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第二是有大量的获利盘 昨天感受到市场情绪也挺恐慌的 去到昨晚8点多 新华网就发布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 下午就召开了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会 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 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 他提到会找落实好 找经济一蓝指的增量政策 和对正在研究的政策 尽快拿出具体方案 消息出了之后 其实夜期就一度达600点左右 之后的升幅就收窄了 继续有大行因应 内地最近推出的措施 上调了恒指的目标价 大摩最新 将恒指基本情况下 明年6月的目标价 看21,550点 比之前上调了超过4,000点 最牛的看法到26,000点 昨天港股单日出现了 一个放量大跌的情况 初步你看支持位 可否用昨天的低位作为参考 如果你说短线的支持位 你也可以看昨天的低位 大概挨近208,000 这个位其实 9月30日的时候 应该是恒指 但是你会看起来 这个问题是什么 什么时候 我看起来 这些问题 不过是什么 那么多个问题 你会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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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